发生两分钟 让世界听见你 今天要跟你分享的主题是 如何将自己的弱点变成亮点 我用我自己的例子为例吧 你看到我这个样子 请问你会给我什么建议 也许你会说 有老师你的身材太瘦了 要吃胖一点对吧 是的 常常很多人都给我 对我的身材很有意见 久而久之啊 过去我都认为这是我的缺点 然而生命到了一点 我发觉到最重要的一点呢 是把它变成亮点 我怎么做呢 三个方向提供给你做参考 第一叫做摊开来 摊开来不用隐藏了 是的 既然那么明显的 何必躲躲藏藏 当我们一个人在躲躲藏藏的时候 我们通体不顺畅 自信也不会来 一旦接受 坦然就没事了 所以第一个叫做摊开来 第二个叫做不反驳 什么叫不反驳呢 我给你举个例子 早期我在把这个视频放在网上的时候 有人看到以后 他就说 有老师你怎么越来越老了 我怎么回复 是啊 睡觉不饶人 久见到我的人都说 有老师怎么你越来越瘦 其实没有越来越瘦 可是我也不用解释 我就跟他讲 是啊 越来越瘦啊 其实很多事情啊 不用解释 越描越黑 坦然接受不反驳他 就能够把焦点注意力放在第三点 第三点是什么呢 第三点叫做找方法 对于一位在台上演讲的人 这样子的身材好像无法激励别人 是吧 也许是 那我就找方法用我的方式来激励别人 激励不是透过激情激动的方式 那我用的方法叫做家常菜 我希望我的学员在听课的时候 用能量最低点来听课 因为激励人是来自于了解 知道他现在在哪里 他要怎么去 是的 一旦他明白这点的话 他就有力量了 我是游泳技 简单容易计较游泳器 拜拜